搭船遊客進進出出 週日下午的高雄古山渡輪站 騎經居民通道人潮不少 週一有從騎經搭船 往市區工作的通勤族 只是一早的渡輪站 騎士門大排長龍 根本看不見鏡頭 排隊隊伍超過150公尺 讓居民抱怨連連 早上6點上班高峰 排隊排成這樣真的會遲到 原來是21日 古山渡市場即將開幕 也會規劃護船市 但藍營議員質疑 是不是為了趕在選舉之前完工 這邊呼籲陳其邁市長 你不要只有選票考量 不要只有口口聲聲說 你要在騎經拿到多少票 但是連騎經居民 最重要基本的搭渡輪去通勤 這樣的一個區域 在古山渡輪站原本有兩座蹲船 可提供乘客上下通行 只是古山與市場重新整建 未來將規劃渡輪停靠 由於經費不足 沒錢買新的 只好挪動舊的蹲船施工 停靠月台選手一個 船班也被砍一個航次 會從21號開始 把乘客的乘船的後船次 會移到裡面 前天跟昨天剛好是假日 那假日遊客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選擇在今天禮拜一開始 遊客量少的時候來施工 可能會多等個15分鐘到20分鐘 一早趕著上班 有人連10分鐘都來不及了 何況半小時 餘會展示中心週五開幕 期經居民還要再忍4天 這幾天得要早點出門 否則上班容易遲到 TVBS新聞區叫我宋家居然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